周一到周三 主教满载世界主教会议第十二届常务大会先发表演说 主题日渐清晰 要优先考虑教会普世性的目标 根据世界主教会议英语发言人卢卡斯神父透露 其中一个热门的话题是 以信仰到角度持续圣经时 如何确认在承传和批评上的学术贡献 另一个突出的话题是 意识到讲道时的缺乏 某些主教指责要向基督福音派学习 美国亚里桑那州的基卡纳斯主教认为 需要发起全球性行动才能解决问题 他以反问的方式总结他的演说 请大家想象 假如我们一整天专注传教 假如我们全心投入实践天主圣言 将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乐意接受他的表达方式 在演说中 呼吸鼓掌 然而周二上午的发言中 基卡纳斯主教和菲律宾德勒主教例外 菲律宾的德勒主教 自从在加拿大魁北克全球圣体大会中 有精湛的演说后为人熟悉 他谈到聆听天主圣言的广泛学问 我们应当是一个懂得聆听的教会 懂得聆听的子民 他的话既简单又感动 表达很清晰怎样成为懂得聆听圣言的子民 世界主教会议的节目紧凑 某些演说预先进行 以填补额外的时间 每个人有五分钟的发言时间 不多不少 就是五分钟 过了四分钟 钟声响起来 表示已剩下五十九秒 之后会关掉麦克风 消声响起来 感谢观看